哈囉我是陳寗官 拜託大家支持唯一官方頻道年代向前看 趕快按訂閱 歡迎回到年代向前看的節目現場 大家好我是寗官 歡迎我們中時觀眾跟粉絲朋友掃描 QR Code訂閱年代向前看YouTube 官方頻道我們訂閱突破69萬人 北京在香港強推一國一制 留港不留人的同時呢 港獨台獨都直接入罪 然而事實上呢 美中台都準備打仗 今天台東市區域街頭 直接秀了熊山飛彈 跟這一個天公 那事實上這一次呢 美中在南海西沙呢 各自也都展現自己的軍事武力 同一時間川普發了最新的推特 他說呢 我對中國感到越來越憤怒 這樣的憤怒 到底會變成什麼樣的政治效應呢 美國國會準備要做的是 全面制裁的相關的法案 除了制裁相關的這一次 這一個在香港一國一制的 中國官員之外 制裁到底會擴大到什麼層面 金融面 貨幣面 港幣會不會脫鉤 都是一個外界觀察的重點 那與此同時呢 最新呢 蓬佩奧的黑名單叫做 同方威視 同方威視大有來頭 一方面他是全世界相當多這個機場的安檢的相關的設備 另外一方面呢 他有一個董事長呢 壓根是胡錦濤的兒子胡海鋒 那這一次美國的追殺令 除了殺華為之外 還要再殺同方威視 後續會有多大影響 我們待會兒要好好聊聊 好今天現場要請到六位特別來賓 第一個好朋友是王浩大哥 大家好 再來是張國城老師 大家好 再來是吳家龍 大家好 再來是吳明杰 大家好 再來是陳靜專家王以龍 大家好 再來是黃創夏 大家好 創夏剛剛講到 美國現在有最新的黑名單 是同方威視 待會兒我們要聊一聊 可是同一時間呢 美國國會現在炸鍋跳腳 那揚言要全面制裁 全面制裁到底制裁到什麼程度 還不確定 那外界觀察的是 會不會對所有中國官員 或者在香港執法的相關人員 甚或是中國共產黨員 通通都全面制裁 制裁層面到底有多廣 國會是一個觀察指標 然後呢 川普的行政命令 是另外一個指標 今天是港版國安法施行的第一天 結果香港的港警呢 真的開始瘋狂的抓捕了 他從一點半的時候 有一個人只是穿著 光復香港的T恤 從他包包裡面 找到一個香港獨立 就被抓了 一個香港的立法議員呢 拿著大聲弓 不聽勸就被抓了 但是到了後面呢 港警肆無忌憚 三點的時候 他們在他們的 香港警察的粉專說 他們抓了30個人了 四點的時候 再宣布說 他們已經抓了70個人了 都說這些人是違反了香港的國安法 甚至阻礙交通 甚至是不聽勸 甚至是喧嘩 這樣子 通通當又可以變成 可以被抓起來 可以被抓捕的一個條件 所以整個香港的人權 整個香港的自由法制 通通都沒有了 而在這樣一個情況之下 全世界都想說 怎麼去幫助香港 怎麼去聲援香港的時候 川普呢 發了一個推測 他說他對中國很憤怒 問題是大家看了以後呢 覺得川普並沒有對港版國安法 有嚴厲的發言 他是認為整個疫情 造成了美國的重創 所以他對香港很憤怒 但是川普對於 整個中國很憤怒 但是對於香港 到底憤怒到什麼程度 都是大家在關切的 而蓬佩奧呢 也有推文 還有聲明是說 他認為呢 整個國安法 他只有定調 這是嚴酷的 這是違反人權的 中國所有的承諾 都是空投支票 不只是對於香港的問題 是空投支票 WHO WTO 都是空投支票 他說他會做嚴厲的處分 他先前已經公佈了 禁止一些防衛性的東西 進到香港 美國的商務部 也取消了香港的特別條例 但是這樣子東西 看起來都不夠 所以美國的國會 開始在施壓 逼迫川普和蓬佩奧 你要做更多的東西 裴洛西就直接講了 要求川普 動用了馬尼茨基和香港人權民主法律 馬尼茨基的條例是什麼呢 這個條例其實是很重要 是2015年 美國因為俄羅斯迫害人權 而定了一個全球性制裁的一個法律 就是任何一個人有貪腐 有迫害人權 是要求全球性的制裁 不管你是執行者 代理人 聯絡人 或是提供金錢和資源的人 通通要全副制裁 既然有這個法律 裴洛西就要求說你川普 你要繼續的動下去 同時美國也開始在國會推動了一個更新的叫做香港安全港法案 就是說要對於香港現在可能被拘留的人 被起訴的人 被扣押的人 他們的本人 配偶和子女 以及不懼中國籍的父母 美國給他第二優先 該於保護 同時最後的是 如果根據這下去的話 制裁金融 而制裁金融的話 中國的四個銀行 32兆的一個資產 可能在香港會受到重挫 好 汪浩大哥 那這一次美國的制裁到底層面有多廣 是外界觀察的重點 首先第一個是對中國官員的制裁 前一波我們提過 共和黨提了一個制裁黑名單 那一個黑名單點名了 中國政治局常委兩個人 一個叫做汪洋 一個叫做韓正 但是其他政治局常委 還有五個人 沒有納入這個共和黨 本來預計規劃的制裁報告 這一次如果這個馬尼茨基法案 這一個陸法 而且這一個執行的話 那可能相關的官員 我是說北京中南海的官員 可能全都跑不掉 這是一個 再來全面的制裁 包括全面的金融跟貨幣的 兼幣親野的戰爭 也是外界觀察的重點 對 這個兩個方面 美國白宮 川普在5月28號 是就香港國安法 是發表過專門演講 那裡面提出的 整個一個制裁的框架 現在美國的行政當局 正在逐向的落實 那最明顯的就是 根據美國的人權 香港民主人權法案 取消香港的特殊關稅地位 那這個不光是影響到 美國跟香港的貿易的關稅優惠 也特別影響到 美國對香港的出口的 涉及軍事用途的產品的 軍民兩用用途的產品的出口的優惠 這個美國商業務部已經宣布了 第二就是對於中國官員的 跟涉港有關的官員的 這個旅行簽證的限制 那是不是要對這些官員 進一步進行個人的財產的凍結和制裁 美國政府還沒有宣布 那是不是把這個可能制裁的中國官員的層面 進一步擴大到韓正汪洋這個層面 那個還沒有宣布 現在目前為止只是比較涉及到 具體的中港澳 這個香港官員的這個層面 那第三一個就是 美國也宣布了這個所謂中國企業 中資背景企業在美國上市的這個 一些審查 特別是這個做假帳的問題 帳目的問題 那要不要對於這個港幣跟美元的掛鉤 這個機制做一個重大的調整 這個問題 川普的講話裡面沒有提到 但是我認為美國國會和美國白宮市會 仔細考慮這個可能性的 那至於這個對於這個中資背景的銀行的制裁 好幾個美國國會的議案中間是有提到的 但是至於這個制裁是怎麼做 我覺得還需要行政當局有更詳細的措施出來宣布 那現在美國國會層面的這個制裁 是比較廣泛的 美國國會層面現在一個是已經通過的 對於中國官員的制裁的這個法案是很明確的 那下面的話就是對於香港的這個潛在的政治犯的庇護 這個現在有兩個法案在美國國會審查 而且是兩黨共同推出的 我認為應該很快會被通過 那下面就是剛才講到的 裴洛西提出的這個按照這個馬格尼斯基的法案 對於香港人權民族有關的官員的一個全面制裁 這個我覺得可能性很大 甚至於有可能對於這個 他的將來在中國以外的各種移動 有點像孟晚舟那樣的狀況 有可能直接扣押逮捕 那英國最近也有同樣的說法 因為英國也通過了類似的這個法案 英國國會議員也提出要對跟香港有關的中國官員 實行類似的制裁 所以如果英美兩國都對涉及香港國安法的中國官員 提出這樣的制裁的話 我覺得效果會是蠻明顯的 對 那這個制裁點名到什麼程度也是有所差異的 當然了 當然了 上一次共和黨的這個相關的報告 點名到中國政治局常委韓正跟汪洋 然後這一次外界也有人點名 比方說香港的特首林鄭月娥 那如果是不斷的這個擴充點名 而且直接實施這個法案來制裁的話 那這個法案的相關的官員 他恐怕要遭受到的是 這個中生都很難處理的壓力 除非他 以林鄭月娥來講 除非他一生都不要踏出香港跟中國 對 這個問題實際上林鄭月娥是蠻麻煩的 因為林鄭月娥的丈夫和兒子 全部都是英國公民 而且在英國有很多的資產 那這個 中國的高官力一樣啊 韓正汪洋這些也是這樣的處境 根據這個美國的新疆人權法案來說 他的制裁的層面是到 中共新疆黨委書記 陳全國 陳全國這個層面 那這個他對香港可能也會到這個層面 比方說港澳辦主任 中聯辦主任 現在馬上要任命的這個駐港 國安公署的主任 什麼駐港的這個國安顧問啊 這個然後這個香港特首林鄭月娥 和他的這個直屬的這個招卸高官啊 包括警政署長這些 這一層面我覺得 英美對他們個人實行制裁的可能性是很高的 就是可能會對他們的個人的簽證和這個個人資產 都有直接的制裁 好 我們稍後再回來 歡迎回到年代向前看的節目現場 我們今天聊的是川普今天在推特上面直接發文說 我對中國感到越來越憤怒 那美國現在呢 因為香港的攻防呢 美國國會炸鍋了 那國會議長裴洛西直接要求用強硬的法案 全面制裁中國 那最終這樣的國會的訴求 會不會走到行政部門的行政命令 仍然是外界觀察的重點 但同一時間呢 美國國務卿蓬佩奧現在點名一個黑名單 叫做同方衛士 類似華為一樣 那問一下這個老王 同方衛士 基本上也是中國的軍工股 然後他過去也大有來頭 他有一任總裁是這個胡錦濤的兒子 那他現在被點名仍然涉及到國家安全跟資訊安全 對這個 在講這個同方衛士之前 我們現在講這個涉及到國家威脅的 這個主要昨天有公布了 就是這個華為跟中芯 美國正式宣布他們什麼 就是他們是構成國家重要威脅的兩個機構 意思就是說以後所有 包括我們美國通信協會 你底下每年有83億的美金 這個預算都不能用在採購相關中芯通訊 或者是華為這兩家公司的產品 其實就是全面在封殺中芯跟華為 這兩家公司未來 這個將會少了很多 美國企業他們現在開始監管了 未來連美國的官方 很多像包括這種基礎的通信設備 也不能跟他採購 所以我們可以繼續看一下下面 再接下來我們就要講 剛才提到這個同方威士 同方威士剛才有提到 他第一任的總裁 就是胡錦濤的兒子 胡海峰 胡海峰他其實就是我們的太子黨 所以你說他跟解放軍熟不熟 但解放軍熟嘛 所以他背後就有解放軍的影子 那我要講一下是北約組織 這個有個芬蘭 芬蘭上個月六月份的時候 不顧這個美國外交官 這個遊說 就堅持要讓這個同方威士得標 那得標他簡單 他就用最低價得標 其實他在世界各國都用同樣的套路 就是很便宜很便宜的機器賣給你 可是美國會擔心 這個蓬佩奧會擔心 擔心什麼 因為這個 他是做專門做S光機掃描的 他不管是人的 還是貨物都有 那我們想一下 如果你掃描人的話 是不是有掃描到你人 一些護照 指紋啊 甚至這個人的臉線相等等嘛 還有貨物的東西也掃描到一些相關的資訊 所以美國認為他這個設備 如果在全球的機場都要大幅採用的話 他其實很簡單就可以拿到個人的個資了 所以他現在美國要做什麼動作 開始去協同這些北約組織 說你要對這個同方威士 怎樣 禁止採購 因為根據美國國務員 所以同方就變成華為第二 就第二 對 只是兩個人不一樣 兩個東西行業不一樣 但是他們擔心美國擔心的重點都是一樣 擔心他們會侵蝕到他們自己的這個治安的安全 那我們看下一張圖 這個就剛才講的 胡錦濤的兒子 胡亥豐是第一任的總裁 那其實他就太子黨 太子黨背後又有這個解放軍 包括 那就是我們可以合理的了解這件事情 就是我們知道 美國最近都在對一些相關軍系背景的這些中資 然後才去做這個制裁 那這個當然就其中一家 所以他是他最新的這個目標 那你說同方威士做的是什麼東西 你可以像我準備這張圖 他其實就做這個X光 這台灣也有 台灣也有 那同方威士厲不厲害 這一張表格是中國今年剛剛公布的 前100大科技創新的公司 那你看第一名那個華為就已經被禁止了 下面還有什麼 下面還有中心 這兩家剛好昨天都被列入了 國家威脅國家安全的這個機構 那同方威士是22名 到現在是第40幾名 那當然也是美國當然也是眼中釘 基本上在這一頁的 所謂的科技創新 美國都會把它當成黑名單的可能名單 一個一個去檢查 那你看下一張 這個是相關在各個機場的掃描 17年半 其實很簡單就是用第一架的機器來去銷售 其實我們說他這個機器除了有這個 怎樣卸取 卸取個資的風險 第二個他可能那個機器的品質也不是很好 所以他就用這個套路 所以我覺得現在美國開始要鎖定他 等於是華為第二 我覺得接下來可以持續觀察 好 王浩大哥我請教你 同方威士在台灣前兩年有一個新聞是 他有一個Sales經理 有直接射釉台灣相關的這個航空的 其中一個航警官員 然後呢要求採購同方威士 那採購同方威士就會發生一個狀況 就是說你出入機場的時候 現在因為越來越科技化 很多時候都直接掃描你 掃描你的眼球 掃描你的五官 那掃描越多 他就會收集越多的個資 事實上老共現在在監控新疆的集中營 就是這樣子監控的 香港我們猜測判斷以後也會發展成這樣 那同方威士在全世界各個機場 統統都建置好這個基礎建設之後 他事實上是有可能收集全世界 非常多的人的個資 而且臉部辨識的嘛 對 這個當然從大數據的角度是這樣 因為他有可能這個這個機器的最終的這個 server data是在中國的嘛 所以你在全世界各地的機場收集到的各自的信息 不管是你的臉部辨識也好 還是你的這個身體的整個走路的形態 各種各樣的東西被他收集起來裝在中國 他通過大數據是很容易辨認到 你這個人在哪個國家在哪裡嘛 所以從這個意義上來說 當然他就是比方說他要這個這個打擊 這個違反香港國安法的什麼人 那個那他很容易通過這種機器找到 這個人可能逃到哪裡去了 那類似的這種信息安全 台灣實際上暴露的情況還蠻多的 因為台灣也用那個照相機的攝影鏡頭 那個也是就是杭州那個被美國制裁的那個叫什麼 海康威視 也是在台灣有很多地方在用這個監視器 也有存在同樣的風險 那前一段時間我們談到的這個 用的這個網絡的那個zoom 這個網上的這個連線平台 這個也是有同樣的問題嘛 因為他的最重的server 他的database是在中國的 所以他所有的這個收集到的信息都可以在中國用 所以他就等於是中國做了一個監控全世界的大數據平台嘛 這個風險當然對美國來說 我覺得他現在打擊中國的這些企業 最重要的一個關鍵是他所謂的軍民混合使用 就是說你這個技術就可以做民用 有可能做軍用 有可能影響到國安和各支的 那麼美國最恨的是這樣的企業 因為中國是軍民不分的 對而且以他當年的其中第一任的總裁是胡海峰 胡錦濤的兒子 他顯然也是解放軍這樣的背景 也是政治背景的 這也不是尋常的一般業者 是是中國大部分的企業 現在在美國黑名單上的 好幾十家中國企業都有同樣的狀況 就是說他們實際上做的東西 同時可以所謂民用也可以軍用 而且他們本身的股權或者實際控制人 是可能是軍方的 所以美國要特別的打擊 跟這個有很大的關係 好那同時間請教一下 加隆大哥 美中的關係跟封鎖還在惡化的同時 這一次在香港議題上面也是火車對撞 對現在發現美中的對撞居然在香港這邊 那個大戲不斷 我說美中攻防進入我們軍事訓練的那個術語 就是上次拉短兵相接 你看香港版國安法不但快速通過 而且立即實行 聽說按照中共自己的法律制度來走的話也要六個月 就是要三個省三省 每省大概兩個月 結果他現在馬上五月二十一二十二兩會的時候才突然提到這個議題 香港國安法 然後這個六月三十號就已經通過跟立刻實行 這樣子的話徹底激怒西方國家 雙方肯定就是撕破臉沒辦法 那麼結果美國國會我們已經看出來 推出一個又一個的這個反中共的法案 跟香港有關或者跟新疆有關等等 那麼最近推出來這個香港安全港法案 他是要接受難民 原來的話是接受移民 現在是接受難民 給政治庇護都可以 那麼我們會看出來 這個香港問責法 還有香港這個安全港法 這兩個法 他其實是核彈級的 反擊措施 他會破壞香港的 他會針對那些破壞香港自由跟人權的中共官員的 還有他們的往來銀行一起制裁 然後這個銀行還不是只有中資銀行 他還有那個外資銀行 而且這個外資銀行的話 還不是只有香港本地的那個匯豐跟查打 只要是有往來的國際級的銀行 通通會列入這個制裁的可能 所以這個問題其實是很嚴重的一個反擊 然後現在我們發現 美國跟中共既然要撕破臉的要鬧翻了 他有兩大招 美國至少有兩大招還可以做 第一個是馬斯特那個特斯拉那個老闆 馬斯克他要發那個衛星 發射衛星 衛星的話呢 一架火箭發射很多衛星上去 打在那個太空中建造一個衛星鏈 好像我們在講第一島鏈那個鏈 然後呢這樣子的話 目的是要打破中共的那個黃火牆 讓中國的網友比較容易上網 這樣子的話呢會產生一個利己的效應就是中共內部有很多吹哨人會出來 很多人知道很多事情 可是不能講 然後用各種網路上的帳戶把很多訊息傳出來 美國會得到更多情報 第二點呢 美國聯合現在一個疫情的問題 美國聯合各國來追究責任跟大量索賠這個問題 這個問題呢 跟那個馬斯特的那個發射衛星要來破解中共的黃火牆 這兩件事情合起來恰好產生一個問題 就是要推動主權豁免法 要修改這個主權豁免法 這兩大招為什麼 因為如果馬斯克發射的衛星 如果將來中共被打下來的話 那就要用主權 這個修改過的主權豁免法來對付 再來的話 那個索賠的話也不能只是針對中國共產黨 也要針對中華人民共和國這個國家主權 所以呢 這個修改主權豁免法 會是將來的一個觀察重點 一個大戲所在 那個就是有法源可以針對那個主權國家來 那個提告跟索賠 再來呢 我們看主權豁免法 這個槽要怎麼打呢 首先他要定性中共是犯罪組織 恐怖主義組織 那恐怖主義組織做了恐怖主義攻擊 他的定義很簡單 你基於政治的目的或宗教的目的 直接去攻擊平民 然後濫殺無辜 不一定說你要生化戰 有時候你有沒有看到那個炸彈客 把炸彈上自殺式攻擊也算了 然後那個生化戰那個都算了 就是說直接攻擊平民 然後我們看到那個黑人之死的騷亂 打砸搶燒這種都算是恐怖主義攻擊 恐怖攻擊 然後呢插播一下就是 袁公儀那個香港企業家出來美國以後 接受很多媒體採訪 他的目的就是要推動在美國國會遊說了 推動 那我也插播一下 袁公儀過去上個禮拜跟本節目在網路的平台上面 有一個獨家連線的這一個訪談對話的影片 那稍晚這兩天 我們也會上傳這個另外一個影片 袁公儀本人還在華盛頓推動的是修法 那這一次因為美國國會炸鍋了 所以這個法令的速度跟進度 也是外界觀察的重點 對沒錯 就是說袁公儀來推的目的 是要把中共定義為犯罪組織 恐怖主義組織 這個東西恰好跟美國國會 要不要修改這個主權豁免法 兩個就合起來了 所以我們發現很多議題全部串起來了 所以將來反共會變成美國 全美國的共識 不是只有白宮 而且國會 而且媒體 而且選民會加進來 然後在全球會形成一個反共浪場 好我們稍後再回來 歡迎回到年代向前看的節目現場 我們今天聊的是美中在香港議題上直接硬碰硬 同時解放軍也準備打仗 那最新的瑞典報告指出 中國最近光是去年到現在增加了超過30個核彈頭 對我們看到解放軍他持續在擴充他的這個核武的能力 那瑞典的斯德克爾摩研究所公布 那原本的中共的核彈頭應該是290枚 事實上200多枚的數量維持的蠻久了 那這個在短短一年之內突然擴增30枚 那這樣的一個數量 當然解放軍內部的核武 他的特別核彈的數量一直是保持最高機密 那這個相關的研究單位 他當然是從一些裝備去做推估 那這30枚我們也這個研判認為說 因為解放軍今年他的海軍 新增了兩艘這個09式的這個洲際彈道飛彈的核潛艦 那這一艘核潛艦每一艘上面有12個發射器 也就是說可以搭載12枚的巨浪2型的 這樣的一個潛射洲際彈道飛彈 那如果假設不要說有這個分彈頭MIRV的話 他這個帶一個單一彈頭的情況之下 至少一艘就是12枚兩艘就24枚 那另外他的這一個包含去年 他11月兵展現的這個東風41 這樣的一個洲際彈道飛彈號稱可以打到紐約 這樣的一個可以攜帶核彈頭的這個裝備 那外界評估大概有18輛的發射車 另外像東風5B這種固定式的在這個發射井裡面 像一個井這樣裡面的一個 洲際彈道飛彈基本上大概有20枚 另外像東風31AG也是射程超過1萬公里 大概有18枚 那這一些零零總統加一加 如果再加上他現在094 本來四艘增加到六艘來說 大概這個潛射的這個核子彈道飛彈 基本上大概就72枚之多 那另外這種陸基型的 這種洲際彈道飛彈來講 所以整個加一加 中間有部分可能譬如說 他有像他東風41號稱 他可以攜帶10個這種MIRV的這個分彈頭 那如果說這些全部要滿足的話 事實上基本上320枚是不足夠的 另外他現在正在加速要打造下一代的 這個洲際彈道飛彈的核潛艦096型 那至少第一批要兩艘 那這樣的一個新型的一個核彈道的這個潛艦 基本上他的這一個發射器就會從12個增加到24個 換句話說他未來至少有48枚的這一個核彈頭的需求 那林林總統加一加 就是說320枚的確對解放軍 他的軍武的擴張的野心來講 是無法滿足的 所以我們預期他接下來 這個未來的幾年 他會急劇的增加這個核彈頭的數量 那特別是先前我們看到美國國務院的一個報告 也特別指控這一個解放軍近期事實上在新疆 青海也好都還在秘密的進行所謂的核武的這個釋報 那這樣的一個狀況事實上是違反1996年 國際的這個核釋報的這個禁止的條約 所以我們看到美國特別是川普 在應對這一個解放軍他的核武擴充上面 他非常非常的在意 在這麼多的中國的有關的議題裡面 他這一個要壓迫這個中國上談判桌 去採檢核武的這個動作跟相關的聲明非常的多 那我們看到美國事實上 川普對他並不是沒有這個有效的反制動作 如果今天真的川普在意的話 他出手其實是會非常重的 所以我看到一連串 他都是這個有系統的在鋪陳 最最開始他就主動退出這INF 國際這個中程反導條約 然後回過頭來 我也加速我的中程飛彈的這一個數量 然後加速未來在亞太部署 另外他先前也跟俄羅斯直接就透露說 美國開始要使用這種低當量的核武 所以現在我們看到他二亥二級的潛艦上面三叉級 二型D5這種導彈 他本來是高核當量的這種彈頭 他改成這種低核當量W76MOD2 這種的一個低核當量 事實上有限度的可以使用核武 另外同時他不斷的在更新 他的這個核武的武器庫 包含他空色的核武B611 MOD5這一型先前曝光 直接掛在這個F15E這種這個打擊音的戰機上面 另外最近也曝光F35A也可以掛載這種 所謂空色型的這個戰術核武 所以這麼多的動作最後還留了一手 他這個也跟中國市警說 如果你今天不停止核四 不這個減緩你的所謂核彈頭的增加情況之下 美國可能也即將要恢復 已經將近三十年沒有進行的核四棒 所以這麼多的一個手段持續在進行 無非這個他的最高的策略 當然是壓著中國上談判桌 把他現在有將近兩千兩百枚 中間百分之九十五都是中程的飛彈 最好上談判桌 我們談一談 你採檢我也採檢 那大家就不要再打這個核武大戰 但是看起來北京 可是我問你喔 你記不記得上個月我們錄影 北京2020今年喔 這個軍事預算還增加超過六個百分點 對 他GDP喔 因為疫情是衰退六趴 可是他軍事的預算是增加六趴 那他現在喔 這一個北部地方還在疫情惡化 然後長江中部跟南部的這一個 相關的地方 事實上是洪災 百年洪災 淹水淹一個月了 可是他還要增加軍事預算 所以這就是標準的叫窮兵獨五 已經沒錢了 還是要擴充我的軍備 那當然我們看到北京 他不斷的在這一個迴避上談判桌 特別是這一個夏威夷的 中美雙方高層的軍事 這個會談裡頭 事實上也後來透露訊息說 美方這龐皮歐事實上 他也把這一個核武談判的 這個列入首要的談判議題 但北北京是回絕了 但用這樣的一個方式 如果中國不願意坐下來談 那不願意朝和平的方向 去發展的話 那當然接下來我們看到美國 當然就加大他的核武的 這一個戰力 那特別是在亞太部署 所以我們看到這個龐皮歐 他也談到 他在這一個德國的撤軍 事實上除了部分 可能會掉這個一波到波蘭之外 很多大概幾千名的兵力 會這個回防到這個西太平洋 特別是可能都要進駐到 沖繩進駐到關島 那另外先前談到說 包含這一個太平洋 這個所謂的威責倡議 這樣的一個要美國國務部 正式撥預算 事實上都在做包含 關島夏威夷 阿拉斯加這些美軍的 亞太的基地不管是在防空也好 反彈導彈也好 甚至未來進一步進駐 所謂的中程飛彈 而且這些中程飛彈都不排除 直接就攜帶核武 攜帶核彈頭 那對中國直接做一個核武的 一個威責 那整體上來講 就是說不管怎麼樣 目前來講 美軍在核武上面 他還是非常強大 他的這個核彈頭數量 還是有這個解放軍十三倍之多 還是他手中最大的一個 一張王牌 那只是說解放軍如果還是持續要朝這一個 其實這個窮兵獨武的方向去發展來說 事實上最後可能換取的一個結果 是變成是美軍加大更大的一個力道 來對這一個中國進行所謂的核武施約 好那我請教一下創下 這個北京窮兵獨武的同時 在南海在台海的關係是緊繃的 然後中印邊界的這一個緊繃關係也惡化 中國準備打戰印度也決定準備打戰 所以印度的司令直接下令給在中印邊界的指揮官 你們可以直接開戰 所以在這個狀況之下 你看中國當然大量的運動武器過去了 印度也是這樣用重武器 而且跟蘇聯買了戰機 買了1000輛的坦克 還不止如此 美國呢精準打擊的炮彈 精準導演的炮彈也把它送過去了 然後也買了法國的疾風戰機 27號到了以後 也可以直接的進入作戰 甚至於還把以色列防空系統最好叫做鐵窮 鐵窮裡面的飛彈防空飛彈也把它拿了過來 可能是全面的要去開戰 但在這個開戰中呢 我們知道說在它上面 其實因為有雪崩關係有什麼狀況 所以呢還是要漏搏戰 那漏搏戰呢 中國呢找了一個叫做恩波的 這樣一個民間格鬥團體 成為民間的自衛隊上去做訓練 這個恩波呢他是一個人 他是在四川那邊 他是孤兒 所以他專收400個孤兒 從八歲開始關在鐵籠子裡面 你有吃有喝 你就是負責搏鬥 所以他們是生死搏鬥 送了20個最精銳的上去 結果印度呢 他們呢 也把殺手突擊隊 也直接送了放上去 印度呢 他們在高山那邊 他們是由雪巴人做訓練 所以在高山裡面 他們會常跑的 他們每天的訓練 是跑40公里 在喜馬拉雅山的山區缺氧的狀況在背35公斤 然後呢 開始去奔跑 他們從軍隊裡面挑最好的 然後他們除了會整個攻擊 學習美國特戰隊的海豹出擊隊 綠扁棒部隊的一種攻擊戰略之外 他們的格鬥術 他們手上拿的是克爾克的小彎刀 克爾克的小彎刀是非常鋒利的 一刀鋒猴 所以他們也把它送上去了 所以將來的時候 下次如果他們再有衝突 不會像上次一樣 是手用手啊 狼牙棒 真的叫做決戰光明底 中印最強烈的40個人叫決鬥 那另外一個呢 印度的民族主義繼續的高漲 高漲的話 像抖音啊 像微信啊 像百度 59個APP 他們全面的下架 他們甚至於 所以他們比美國還凶 很凶 美國到今天也沒有下架抖音 他們是民間發起的 全面下架 而且他們開始要去關稅 要去怎麼樣 甚至逼到開始去打中國 出生產的電視機 丟中國電視機 逼到是 他們在那邊一個賣小米的 小米那邊呢 他們自己在上面貼了一個東西 我雖然是中國品牌 但是我的製造 是在印度製造 希望你們不要來打砸我 所以這個二十八億人的準備打仗 民族主義的戰爭恐怕會更慘烈 好 我們稍後回來 歡迎回到年代向前看的節目現場 我們今天聊的是 美中現在在香港 印議題上面火車對撞 美國會炸鍋了 要求全面制裁 然而解放軍也準備打仗 事實上以台海 南海跟中印的邊境 隨時擦槍走火 都是有可能的 那另外一個是 北京中南海請教一下張老師 也可能打仗 而且是內戰 其實對中共來講 你對外貿易戰也好 中印邊境衝突 香港問題 什麼問題都比不上 內部鬥爭 黨內分裂 這個才是所有人 不管是誰擔任領導人 最怕而且最要防犯 而且要花最大力氣去處理的問題 那麼最近呢 當然大家最關心的 就是政治局七常委 他們的行踪 因為北京現在疫情又出現了 那中共自己都承認 所以七常委如果現在誰 相對來講如果得病 那他一定得退出權力核心 而且在這個時候 你這個疫情的過程當中 你現在要除掉誰 其實很簡單 你就說他得病 這個是最方便的做法 因為你說其他慢性病 那他過去沒有這個病史 要這樣做還是比較費事 現在只要誰除掉誰 就是說他得病 甚至說不一定真的得病 政治病 這個就可以了 那所以到現在看起來 趙樂際最危險 他最近一直沒曝光 所以現在來講 趙樂際就是最長的時間 沒有出現 所以被傳的最多 一個就是 這個可能有這個被隔離 另外一個就是真的生病 還有第三種就是政治病 這三種可能性 其實都存在 那對這個習近平來講 其實在這個政治局常委裡面 早就已經想要就是安排 他更多更親信的人 那這個當然大家最看好的 就是四川省委 重慶市委書記 陳明爾 那在陳明爾 其實這個最近 其實這個活動也非常的積極 代表他非常的健康 也沒有得病 而且他到各處視察 言必稱習近平 到哪裡都說 要偵渴學習習近平 這個總書記 習近平同志的話 特別他最近去一個 看一個地方 只有習近平最近講了一句話說 青山綠水 就是金山銀山 意思就是環保 這個水土保值很重要 那陳明爾呢 到重慶 這個各個地方去做調研 也是把這句話 就是掛在這個嘴上 實際上來講 現在對陳明爾來講 這個地位非常的這個關鍵 因為重慶 四川 一直到武漢 現在都是面對這個 洪水的這個威脅 如果說呢 能夠處理的好 至少不出錯 那這個他將來的政治前途 就是非常的這個光明 但是回到這個陳明爾 這個是不是可能進入政治局 我們要先看政治局常委 上一次公布 中共新華社公布 政治局常委會議 我們目前查得到的 是2020年的五月中 也就是說呢 現在面對這麼多的問題 你這個印度問題 香港問題 這個中美貿易戰問題 不管你採取什麼樣的路線 已經差不多一個多月 沒有傳出任何的訊息說 政治局常委開會 不管是常委會 還是碰頭會 這顯然是相當的這個不尋常的 那但是呢 在這個時候 我們也可以看到 這個政治局常委不開會 可是政策並沒有停 代表這個習近平一個人的獨裁 專權呢 其實是更加的擴大 比如說呢 最近這個國家安全法 就是這個對香港的 這個強化控制 其實呢 大家關切的都是 他對香港的這個民權 對香港的自由的不斷收縮 但是中共其實以前涉港涉台事務 是分開處理的 涉港是韓正 他有這個港澳辦 對台呢 有國台辦 其實這兩塊地方呢 是分開處理 但是這一次啊 這個國安法通過 國台辦突然說話了 國台辦說啊 他這個這個通過這一次的 這個港澳國安法 完全是要斬斷 這個台灣執政黨 民進黨 亂港的黑手 其實 所以他是要斷民進黨 不是要斷黃之鋒 他們眾志黨 這個對中共來講 民進黨的威脅 當然更大 實際上 從蔡英文2016年上台之後 台灣駐港的機構 我以前有派一個代表 這個代表已經兩年多 沒有辦法復任了 這個就代表說 其實這個 他對這個台灣的駐港的 這個機構的活動 已經是表示很看不下去了 所以這個代表 在阿扁時期 他也不過就是這個 嚴格了大概差不多一年 十三個月 一年多 才讓阿扁派的駐港代表去復任 這一次呢 兩年多 代表說呢 他現在對於這個台灣 你這個聲援香港也好 還是這個香港人 想要移民台灣 這種香港的民主 台灣的民主 對香港的示範作用 他是非常的感冒 台灣現在很少人 會想要移民香港吧 應該是香港 想要移民台灣 連張青芳都帶小孩 回台灣讀書 學中文了 他的意思就是說 台灣現在對香港的 這個示範作用 中共現在看來是非常在意的 覺得說香港 為什麼會這麼亂 中共內部也有人說 就是因為台灣民主 又可以選舉 又可以上街 又可以政黨輪替 給香港起了非常壞的示範作用 所以他這次說 你這個國安法 其實不只是對香港 也是對台灣 所以他說現在你這個 梁振英就出來放話說 你這個港獨跑到台灣 也是跑不掉 意思就是將來他對台灣 可能會有更強烈的動作 好 我們稍後再回來 歡迎回到年代向前看的節目現場 我們今天聊的是 解放軍事實上 確實下了軍令狀 準備打仗 那打仗要有兩場 打仗黃金金價就會漲 但是老王 離奇的故事來了 在中國有一個公司 跑到美國掛牌 然後突然黃金不見了 對 然後你看他的股價 其實中國 他原本要在中國掛牌 中國的證交所不讓他掛牌 他就跑去拿史達克割韭菜 然後剛掛牌的時候 七塊美金 現在只剩下0.74 你會覺得很奇怪 最近黃金不是還創下 一千八百塊性高嗎 這個股價都沒有漲 你各位看 最近五天是跌了四成 然後你在更長期 一年以來跌了八成 這個什麼公司 難怪就很奇怪的公司 因為為什麼 因為金鳳珠袍 曾經在前一陣子 去跟人家貸款 貸了人民幣 大概160億的人民幣 那前五大債權 就下面這些 幾乎都是找信託業來貸 像民生信託 東莞信託 還有安信信託 跟四川信託 恆丰銀行去年就已經出事了 那我們這個事情的爆發來源 是在於東莞信託 他要發行一個信託的產品 然後這個產品要跟實體的黃金掛勾 他就想說 那我要算一下 裡面有多少黃金 他就隨機抽查 這個金鳳珠寶的黃金單寶品 就一發現 怎麼是同包金 就同然後掛勾上金箔 怎麼是假的 結果他就通知 那個第一名的債權 他就說你要小心 那個民生信託 你也看一下你自己的 這個單寶品 就民生信託一查 不得了 全部都假的 這些黃金總共多少 你知道83噸 83噸黃金 而且信託 銀行業不是省油的燈 他們當時就找第三方 一起來檢驗說 這黃金到底是真的 第三方跟他說是真的 真的存進去 發現全部都假的 然後現在大家想說 他搞不好 連一開始拿的樣品 都是假的 所以你看 這是很誇張的事情 那我們就要談 然後83噸都是假的 都是空的 黃金不見了 金價創新高 可是他80多噸 黃金不見了 假的 如果是我們自己 要拿個一兩的黃金 去造假去換 沒有人要換給你 他可以換了160億人民幣 然後我再提醒一次 50的金價他換160億人民幣 現在可能更高了 而且他是納斯達克 掛牌的中概股 那上次瑞幸咖啡 川普就不得了 中概股掛在美國 號稱有80多噸黃金 突然黃金不見了 不見了 而且還是銀行買單 是不是詐騙集團 絕對是啊 超級金融詐騙集團 這七塊錢的股價 變成0.74 所以是韭菜割好割滿 所以那這些信託 剛才提到那些信託 剛好我也覺得很奇怪 那些信託都有出包啊 像這個安信信託 你看那是安信信託 從2019年以來 到2019年年底 1500億的信託產品 就500億是預期付不出來 所以你看他那個執行 實際控制了 就已經被抓去關了 信託這兩個字 一個叫信 一個叫託 他是要信用跟託 然後你才把錢交給他 信託通常不會出包 但是在中國會不見會出包 事實上很多有錢人的理財 東西就是信託嘛 誰想到會出包嘛 所以很多有錢人現在擔心啊 就是你的很多錢都被都不見了 在中國的財富可能最後都信託給CCP了 對你想說黃金都可以造假 信託當然也可以 所以你看他2018 2019年的獲利營收 就快速往下掉了 在信託他之前一定要營造他非常好的形象 所以營收跟這個獲利都非常高 那這個是剛才是安信信託 我們再看一個四川信託 四川信託最近爆料 260億的信託也付不出來 那付不出來的時候 上面是他的產品 上面一列的這個產品 就有很多的產品 是這個信託產品付不出來 那付出來是誰買單 其實很多我剛才講是有錢人 另外還有一個上市櫃的公司 就你看這個入股的公司 下面這個表格 是他跟他買了5000萬人民幣的信託產品 目前只收到1000萬 有4000萬的呆帳列不回來 所以你看這個情況 所以這個信託的連環報 其實傷害的不是只有一般小產戶 其實反而是很多有錢人 跟很多中國的上市公司 而且在列到財報 你們要列到虧損 列到你這個呆帳 收不回來 所以我覺得這整個信託風暴 從黃金這件事 你可以發現中國很多事情 你在投資的時候 你要想清楚 好我請教一下汪浩大哥 錢利波 中國的這一個散戶被割韭菜 我們追蹤過P2P P2P其實有非常多的受害者 可是P2P的那個單位 跟投資門檻比較低 然後再來呢 有一些中產階級 他們買一些理財產品 理財產品去掛各式各樣的金融產品 那一些也開始傳出受傷 再來是信託產品 就是不夠有錢 其實不會做信託的 簡單給大家一個概念 做信託要有專業的信託的人 然後專業的律師幫你做 幫你公正 然後最後還要管理財產費的 台灣人最熟悉 最認識的信託 是當年王永慶 往生的時候 那這個媒體雜誌就曝光了說 他在海外五大信託基金 然後王家的子孫就有增產的官司 到今天為止 王文陽都還在打那個官司 那沒有到黃永慶那麼有錢的人 根本不會去搞信託 你窮的二五八萬的 你沒事跑去做信託幹嘛 可是以中國信託現在曝光的 quality跟內涵 是不是很有可能 很多有錢大戶都要被割韭菜 對 就是先講這個例子好了 這個金黃珠寶 他實際上這個公司缺錢 他去向信託公司借680億台幣 160億人民幣 然後他為了借這個錢 他說他拿了80噸的黃金 去作為擔保 然後他把這個黃金 給這五家信託機構做擔保的時候 這些信託機構還找了 好幾家保險公司去做保險 說這個保險公司認證 說這個黃金都是真的 然後把這個黃金存在銀行的金庫裡面 然後呢 根據他們有這個黃金做抵押品 這個信託公司來發行信託 信託有幾千個 幾萬個散戶來認購 也可以是機構 也可以個人來認購這些信託 每個人發不同的人民幣的數額 這個發出來一共160億人民幣 這個錢然後再轉手給這家金黃公司 這個錢 然後他去用了就不見了 然後現在錢不見了以後 這些信託公司說 那我不怕我黃金在我的庫存裡面 所以他們去倉庫裡面去找黃金 結果發覺這個黃金不是找不到 它是銅的 它不是黃金 所以這個整個這個問題就爆出來了 那可見就是說這裡面第一 他借的 等等這裡面的故事大家都理解了 總之叫做黃金不見了 黃金造假 那我現在問你啊 很多人懷疑啊 北京的外匯存底啊 到底有多少不見 到底有多少造假 那現在要硬吞香港 香港人比較不敢造假 香港還有四千多億美金的外匯存底啊 是不是北京真的在缺黃 缺美元 他缺美元很容易啊 他印美元啊 現在美國抓了好幾百億的假美鈔 是中國印的 跟這個假黃金一樣 黃金用銅做 美元中國自己印 所以中國共產黨 毛澤東早就說過了 人有多大膽 地有多大慘 你要黃金 我給你做 你要美鈔 我給你印 隨便他都有辦法 好今天謝謝大家收看 連帶向前看 也提醒我們終時觀眾跟粉絲 朋友掃描QRcode訂閱 連帶向前看YouTube官方頻道 我們同時在IG臉書推特 和特訊上面都有官方的帳號 歡迎觀眾朋友分享 訂閱跟追蹤 謝謝大家收看 謝謝 哈囉 我是陳寗官 拜託大家支持唯一官方頻道年代 再向前看 趕快按訂閱哦